這一條,我黃色看出來是要看哪一步道 最主要是要看到這邊,上面是從金沙灣到芙蓉灣,整個灣都比較大的 那本來是走原路回來,走這一條這樣下來 這樣被原路,所以我們沒有 我們現在行程會變成,我的佐渡古道兩個小時會到這裡 你們看到里站台灣對不對,旁邊有一個岔這樣進來 我會走這樣進來,經過這個池台 切龍這樣上來,我們看就切這樣 那這個地圖那個海帶意味著,可能連帝會幫我畫好 以後就會繞這樣子,繞這樣下去 這樣繞一圈 這樣來 那如果比較有時間的人,像上次那個樹林高中 他們比較有時間,他們就會繞大圈的 他們會把古道手一段,從這邊這樣回來 那一般客人不會走那樣,這樣就夠大了 那以後,我這邊剛才講的,我也有新計畫,這邊有一條 以後我會開這一條 串林,可能從這邊過去到這個池台 因為以前他們山路下來的時候,我會走到這邊的聚落 大概就確定了 那這邊有一個三號池台 這一棵就是三號池台 以後我會整開 這邊上去之後,這邊會整開 想辦法拉水 看那個水,那個高低差 可不可以水,到那邊的時候就可以洗把臉 看那個水沒有,那個是幾號池台 喔,那個我編是5號池台 5號 1號嘛 2號 2號 上面那個 這個是3號 新的地圖會有3號 那這一個是5號池台 嗯 嗯 欸這一個 欸 欸對,這個是5號池 欸對,這一個 這個 那這邊是別人的,這邊我就不編了 嗯哼嗯哼 因為在我的轄區範圍邊就好 嗯哼嗯哼 我們 我現在的範圍大概就是這張圖 就加上看來這邊沒有畫而已 嗯哼 欸,在這裡 這樣子,這樣子,這樣子 阿就是,OK 阿這個就是,小歐 以後會大歐,會切從這邊 我家後面回來 從這裡開始會切這樣子 30年完成 不會啦,那個5、6年就完成了啦 5、6年就完成了 2、3年之內 因為我剛才講那一段我修好之後 以後大圈就可以走那一圈了 嗯 你現在電 我知道 我們去看 感谢观看